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数次区县合并 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的效率 扎北和静安的合并再一次为资源整合与复合发展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新静安将贯通南北串联三条各具特色的集聚带 该格局恰恰将上海中心区数条平行带的城市激励向北延续 苏和人文休闲创业集聚带将成为众多平行轴带中 最具生活气息和历史文化元素的上海清冰水城市动脉 项目研究区域横跨苏和两岸和彭越浦 具有巨大城市发展潜力 苏州河见证了上海民族工业的发源清洗 并经历了从污染到近年来不断治理改善的过程 新静安为重新释放苏州河的城市功能和魅力 创造了机遇缝合两岸打造新的城市休闲文化带 项目区域交通相对便利 慢行系统急需改善升级并需串联目前相对零散的开放空间 景观结构通过渗透、增加、连接、延伸等一系列策略进行改造 将冰河两岸及城市腹地相连 承载一系列城市休闲运动功能 现状硬置不安将经过一系列策略进行生态多样化改善 打造水运和滴景两种景观类型以增加岸线的连贯清水体验和趣味性 扩展后的慢行系统连接区域重要目的地 历史文化节点和丰富的户外活动空间 苏河人文休闲创业极具代沿苏河两岸延展 新的S型文化城市界面与冰水休闲界面如负调音律、平行交错 在苏河衍生辐射出的诸多脉络中 界定出一个宽窄不一、丰富多样的城市人文流域 银河散布的绿地间隔不超过500米 确保在苏河人文带内步行三分钟内就可以到达河滨或绿地 一系列定位不同的城市功能节点 通过后推、对接、引入和延展等冰水城市设计策略 大大提升沿河联通性、功能性、休闲性和生态性 经过流量计算和合理疏导将沿河特定区段改坐飞机动道 规划桥梁通过与两岸平交 进一步打造连贯可达的沿河景观和步行体验 不叶城节点突破地块边界 拓展整个不叶城地区的城市发展契机 连通安五陵重新打造上海站交通枢纽 连接南北、向东延伸至老北站铁道上盖绿地 新的城市活力面串联多种开发机遇 为何以上海站枢纽为依托的新不叶城CBD 引和慢行系统连贯 城市道路人性化 冰水设计节点与M50功能对接 以工业建筑为依托 增加新开发并打开上海站枢纽广场 指苏州河的步行和市线廊道 抬高冰水广场 打开建筑底层 最大发挥苏河景观的可见性 昌平路桥 蝴蝶湾节点 不叶城CBD通过改造后的平交普济路桥 到达蝴蝶湾生活文化区 这里小尺度的街区 人性化的街道 和丰富多样的文化商业界面 利用通透性的城市设计策略 和开放空间 便捷地与冰河绿地连接 昌平路桥 同时成为区域的东西连郎 这里云来的蝴蝶湾 进一步拓展延伸 并与昌平路桥相连 形成连贯的银河公园系统 和文化建筑节点 这里新与旧 尤其自然融合 在对比和渗透中 既定新的城市体验 一系列城市改造策略 为太和坊和周边社区 注入活力 共和新路门户节点 是新静安南北联动复合发展轴 与苏和休闲文化带的焦点 不叶城公园 是静安雕塑公园开放空间轴线的 衔接环节 同时又是蝴蝶湾 城市活力界面的自然延伸 地块的地标性 以及两岸的统一设计 使该节点成为苏和休闲文化带里 最活跃和丰富的亮点 这里拥有完全步行的冰水暗线 丰富开阔的景观体验 和复合的城市液态 城市腹地通过绿廊 自然延伸到冰河景观 巧妙利用高架下市场和运动设施 打通高架两侧沿合空间 冰水建筑的底层商业 与景观通过阶梯 坡道 绿色屋顶花园等措施 连维一体 打造多视角 连贯的空间体验 连通南北节点建筑的空中步行桥 为观赏连岸城市景观 提供了最佳平台 四行仓库节点 作为见证民俗工业 和近代历史的重要节点 其建筑形态和景观 都将独树一帜 虚幅路城市活力面 经过这里 向冰河历史文化和艺术功能自然过渡 利用开放空间打开苏河视线廊道和步行连接 河道上的漂浮木栈道以及南岸的低景画廊 将苏河艺术空间延伸到河上 成为上海艺术体验的一个亮点 苏河人文休闲创业带 汇聚了不叶城枢纽CBD 蝴蝶湾文化创意生活区 共和新路商业休闲地标 四行仓库历史艺术文化所团 与苏河湾公园一起串联出体验丰富的苏河城市流域 与彭岳浦冰水改善一起 翻开苏州河新的篇章